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排名前几名 今天4月6号 感染的人群已经达到35万多人 死亡已经超过1万人 从中国到亚洲 到欧洲到美洲 到现在这样全球的爆发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都特别感受到 一个地球村的时代 没有人是独立的 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独立的 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独立的 我们要打破自我的孤岛意识 走出自怜自卑 自满和自傲 走出亚当夏娃犯罪后 那种自我辩护和推诿 国与国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 人与人之间 甚至家人之间 推诿毫无意义 在末世的苦难中 在这场瘟疫中 人类都是在一起的 因此 在这个时代 天国的子民 要有国度的眼光 要来为全球代道 不是站在自己的地狱 民族 党派的立场上 而是以天国子民的身份 以祭司先知的身份 来为人类的罪悔改 祈求上帝的赦免 来为哀哭悲伤者 求上帝的怜悯 为惊恐不安者 求从天而来的平安 为充满苦毒 谎言的心灵 来求拯救 求赦免 在复活节 我们当纪念 耶稣基督 为担当人类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纪念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们当求 以基督的心为心 心怀悲悯 担当 与永不止息的爱 来为逼迫我们的人 为鱼丸者祷告 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的灵魂 何等可怜 他们的心 又是何等难以安宁 基督徒 在这个时刻 当如何来看待 这场真实的 突然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呢 我们不当自高 而应该谦卑的 在上帝的面前 为自己 也为我们所处的尘世 所在的国家 所挂念的民族和家人 披码门徽 撕裂心肠的悔改祷告 因为我们和世人一样 这地上的国和君王 也都和我们一样 自高自傲 远离了造物主 毁坏了 他所造的自然 也毁坏了我们自己 我相信 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需要像约伯一样 来到神的面前 来和他对话 被上帝亲自 以他的话来启示 这种时刻 只有以真理束腰 我们才能站立 只有上帝的话 才能给人力量 也打破自我的囚禁 因为用我们自己的智慧 是撤不透环境 也撤不透上帝的心意 生命纪29章 29节说 隐秘的事 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唯有明显的事 是属于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 这律法上一切的话 我们是谁呢 岂可用无知的言语 使上帝的旨意 暗昧不明 无论是出于怎样的动机 哪怕是为了传福音 我们都不可忘称主名 而要谦卑诚实的 来到主的面前 与主联合 将信仰之根 扎在神的话语中 当上帝天父 回应我们的求问时 必像对约伯一样 不仅是回应我们 心中而所想的 那个为什么 也不是回应我们 以自我为中心 所问的十万个为什么 而是将我们的心 和眼提到高处 走过疫情 重拾盼望 由环球传播制作 来年送上三候 三候 四 重拾